战神阿萱转为天宫之后 感觉信心爆满 挑战很多了 挑战表弟 那今天的话又来挑战 小王的林波城 这个是小王团队老板的 叫卡卡 这场的话 我们是直接跳到三十几回合 来看前面的话 基本是在耗时间 那目前我们是看到双方的药品 一个是八个 一个是五个 对面宝宝被消耗会多一点 也就消耗三个 那这边的话宝宝都没消耗 就消耗药品 对吧 灵源的话是还没用 对战方 百万神兵 百万神兵的话是限制观察方 普通攻击 那错乱的话是封印观察方 法术 那物理攻击的话是随机 不过对面是隐身的 只能攻击人了 对吧 得进入侵蚀感觉机率会比较大一点 分特技又分技能 观察方只能普通攻击了 去飘一下这个漫天 漫天要是能飘还好 不飘的话就有点蛋 45回合了 再来11回合 感觉观察方就没了 跟表弟一样的下场 如果拉地厅的话 能不能把对面冲掉 拉地厅的话 只能去消耗对面的灵源 倒也可以哦 总比这一次性 被对面40道闪电给他打掉 对吧 消耗他灵源的话 那观察方只能吃到14道闪电 但我是不知道观察方有没有地厅啊 但以小王团队应该来说 能手都要一个 又飘了一把漫天 对面还剩三个有 但他有吸血 这吸一把血的话 又能撑两三回合了 特技又被封中了 还丢了一把乌合 没铁 是血发 再飘一把漫天 三连击啊 不会吧 这也能跳 对面的话 马上要打雷了 他耗不下去了 再耗的话 这个药品是真要好玩了 现在的话是不断的在卡这个小药 来了 40道啊 什么鬼啊 宝宝的话没打掉 还打绿了 那这样的话 小王好像有机会 拉了一把地厅 法凡你秒的多吗 灵当摇 跑了那就没办法 小王有机会 起来的话 先把对面地厅给他带走 还剩四个药 直接换 换孩子 可以 一刀 不会 把这也舔了一把 百万神兵 限制攻击 但是没分中 可以 先把地厅带走 对面的话可以拉虚 虚弥的话 不能放孩子 能扛得住 再拉虚 继续打雷 没了 有点可惜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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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